大家好,今天要给你解读的书就是《狗的家世》。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,经常作为宠物陪伴着我们。 狗和人之间的情感渊源是从哪里来的? 狗的脾气真的是随主人而变的吗? 啊,狗会欺骗主人吗? 啊,怎样才能挑选一只适合自己的宠物狗呢? 狗的家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。 这本书介绍了狗的起源和分类, 讲述了狗和狗之间的故事,分析了狗的生活习惯和行为。 如果你已经养了一只狗,或者准备养一只狗,那就不能错过了。 它能让你全面了解狗,也能打开你心爱的狗的内心世界。 本书作者康拉德·洛伦茨,奥地利著名动物学专家, 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十分热衷,并在1973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。 德国《明镜周刊》曾把它称为动物精神世界里的爱因斯坦。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,洛伦茨在科普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 狗的家务事 此书只是它众多科学作品中的一部。 接下来,咱们就从狗的家世说起,谈谈狗的特点,以及如何选择狗。 先说说狗的来历吧,柴狼这个词我们都听说过。 其实,柴狼和柴狼是两种不同的动物,在远古时代,人类猎杀猎物的时候,是不需要其他动物帮忙的,只有柴狗才会远远地跟在后面,准备捡骨头吃。 到了晚上,柴并没有离开,而是留在了人群中,等待着意外的收获。 和狼比起来,柴的体型要小很多,性格也没有狼那么凶残,它不敢攻击人类,但是一旦被野兽攻击,它就会发出凄厉的惨叫。 啊,它能给人预警。 早在人类发现柴火能够保护自己之后,就会将食物分给它们,并且慢慢地接受了性格温和的柴,将它们当成了自己的一份子。 那是狗的祖先。 早在一万多年前,人类开始建造房屋和定居之时,狗就已经成为了人类家庭的一部分。 狗的祖先大致分为两种,一种是狼,一种是柴。 作者把柴火驯化的狗叫做柴犬,驯化了狼的狗就叫狼狗,柴犬吃腐肉,有时候还会吃水果,性格比较温和,很容易驯化。 至于狼,它只吃猎物,它们会集体繁殖后代,在首领的带领下进行狩猎。 所以,它们对首领忠心耿耿,但是性格却很凶残,所以驯化起来比较慢。 其实,狼狗和柴狗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分类,比较好辨认。 在人类向南向北扩张的过程当中,柴狗一直都在和北方狼群进行杂交。 现在的狗已经很难分辨了。 所谓狼狗柴狗,不过是相对而言。 狼狗的习性更像狼,柴狗的习性更像柴。 德国牧羊犬、松狮犬等著名的狼狗。 典型的柴狗,包括泰迪犬、吉娃娃等等。 因为习性的不同,狗的行为特征也不同。 有些狗是人类的朋友,有些狗是不适合人类的。 任何不适合的品种,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,都会被淘汰掉。 现在保存下来的品种或多或少都有生存上的优势,或者说满足了人类的某些需求。 你看,有打猎的,有放牧的,有拉雪橇的,也有专门给人当宠物的。 但不管是哪一种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 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这些重要的特点,概括起来就是,忠诚、聪明、滑稽、善良。 下面是详细的介绍。 首先来说,一条狗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忠诚度。 狗的忠诚度来自于依赖主人,有两种类型的依赖,一种是来自于野生小狗的恋母情结,只有依恋母亲的幼犬才能够生存下来。 当狗把这种恋母情结转移到主人身上时,就会产生依赖主人。 也就是说,狗对主人的依恋就像是母亲一样,都是幼年期的持续特征,保持着幼年时期的形态和心理特征,这样才能强化恋母情结。 柴狗比狼狗要幼稚得多,因而显得格外可爱。 第二类依赖性来自于对头目的忠诚,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友谊。 尤其是狼狗,因为首领绝对忠诚,而狼狗则把自己的忠心转嫁给了主人。 狼狗对主人言听计从,就像对待头领一样。 这也是为什么雌性狼狗比雄性狼狗更容易驯服的原因,因为雌性狼狗对领主忠心耿耿。 雄性狼狗很容易被雄性荷尔蒙冲昏了头脑,在极端情况下,甚至有可能离家出走。 所以,作者更倾向于选择母狗和公狗。 另外,母狗的情绪比较细腻,智商也比较高。 在主人看来,在恋母情节中,忠诚与出于尊敬首领的忠诚各有利弊。 柴狗幼太持续时间较长,看上去活泼可爱,像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。 但是有的时候,他们还是太天真了,看到自己的主人很开心, 但是很快就会离开自己的主人,扑到别人的怀里。 这样的狗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少女,很容易被坏人拐卖。 另一方面,太过独立的狗也不好。 比如有些狼狗,它太过自大,对主人不理不睬,缺乏服从和依赖, 很容易就会离家出走,成为一条流浪狗。 这种狗有时候很危险,因为它们对咬人没有任何的感觉。 在它们看来,这和咬其他动物无异。 为了防止狼狗有傲慢的倾向,培养它们适度的忠诚度。 最好是在五个月之前收养它们,让它们自然而然地把主人当成首领。 可惜,最好的时机很难把握,很可能会错过。 错过了这次机会,狼狗就会变得非常独立,甚至会成为首领,再也不会对主人忠心耿耿。 就算勉强培养感情,也无法阻止它的离开。 为此,作者介绍了一种有效的补救方法,即不断地把它们带到陌生的地方。 只有到了陌生的地方,傲慢的狗才会失去信心,转而向主人寻求指导。 当它们跟随主人穿过一片陌生的区域时,它们的感觉就像是一群狼跟随着首领一样。 这样的话,主人就可以重新获得权利,狗也会对主人忠心耿耿。 理想的狗应该介于两者之间,既不过分独立,也不过分年人,而应顺从并能区别对待主人。 想要听懂主人的话,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行。 不得不说,被驯化的狗在某些方面确实比野生状态要差一些,比如反应迟钝,动作迟缓。 一扇门被关上了,另一扇门自然也被它打开了。 最明显的变化是智力水平的提高,甚至可以说是突飞猛进。 一般来说,家养程度越高的狗,对环境的适应性就越强。 比如说,当他们做错了事情之后,他们就会表现出谦卑和歉意。 当他们做对的事实,他们就趾高气扬,兴高采烈,摇着尾巴,吐着舌头,炫耀着自己的才能。 而要做出这样的表情,就必须要了解当时的情况,知道自己是对事错,知道错在哪里,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 并且正确地向主人祈求宽恕。 狗也能读懂主人的心意,与主人进行行为和情感交流。 比方说作者养了一只典型的德国牧羊犬,它能理解主人的身体状况,并对作者感冒表示担忧。 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时,即使是一个喝醉了的作家,也会引起他的强烈不安。 狗甚至能通过学习来提高表达能力。 比方说,他们把头靠在主人的膝盖上,表示亲热,这不是出于本能,而是完全通过后天的学习。 很多狗都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了。 作者提到,每当他告诉我要出去走走时,他的爱犬就会站起来,准备跟主人一起走。 即使作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要离开的举动,但只要听到了,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。 我家以前也养过一条狗,但是每次我说快去洗澡的时候,他都会笑着躲起来,因为他不喜欢洗澡。 啊,有人说,这条狗根本听不懂人类的语言,只能听懂人类的语言。 但作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。 他引用了一项研究,证明狗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,而且还能非常准确地理解人类的语言。 这项研究包括三只名叫哈里斯·阿里斯和帕里斯的狗。 好吧,你看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? 每当主人发号施令的时候,比如说把哈里斯放回巢穴里去,不管他们是否看到了主人,只要他一听到命令,他就会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巢穴里。 至于另外两条狗,那就不能证明他们能听懂主人的话,也不能靠声音猜出主人的意思,也不能从主人的动作中得到任何提示。 正如作者所说,狗是不会说话的,但是他知道,有时候就是因为狗太聪明了,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。 比如,用一些小手段欺骗主人,这就是狗的魅力之一。 嗯,骗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,尤其是当狗想要骗人的时候。 因为主人比狗更聪明,但是狗的欺骗能力却让他们在和主人交流的时候充满了天真。 毕竟他们这点小伎俩,主人一眼就能看穿,否则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个主人的身份。 有些时候,主人回家之后,如果一条狗没有及时认出主人,而是把主人当成了陌生人,对着主人大吼大叫,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。 每当这个时候,经验丰富的狗总是试图掩盖事实,并试图用一些小伎俩蒙混过关。 当他认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,有几秒钟的时间,他的脸上都露出了尴尬的神色。 然后,他就放慢了脚步,缓解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他快步走出了房间,对着邻居的门口大吼大叫。 仿佛从一开始,他就是冲着那个地方大吼大叫的,并不是冲着主人来的,也不是因为认错了人,而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。 但是随着错误的次数越来越多,他的脸皮也越来越厚。 一直到他说谎的时候,他都会不动声色,然后随便找个目标大喊大叫几声,演示一下自己的错误。 有的时候,狗也会用自己的诡计来演示自己的愤怒。 作者介绍了一件小事,那就是禁止狗追逐家禽,哪怕是鸡和鸭偷吃了狗的食物,狗也不敢报复。 每当这个时候,狗都难以掩饰内心的愤怒,他会突然冲进鸡群,把小鸡吓得哇哇乱叫。 但是,他并没有去追求任何一支球队。 请记住,禁令只是对着虚空中的目标大喊大叫,以示威胁,而不是报复。 发现之后,他就会一脸无辜地回到主人身边,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,摇着尾巴,一肚子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。 作者还记下了另一种伎俩,那就是当狗不想跟主人在一起时,故意装瘸,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以此博得作者的同情和自责。 以后,他不会再逼他了。 可是一到好玩的地方,狗就会忘乎所以,不顾一切地跑来跑去,把这场表演忘得一干二净。 兴奋过后,他又装瘸了,努力保持前后一致。 好在大部分的欺骗行为都无伤大雅,有的时候还会讨好主人。 总的来说,狗是一种很好的动物。 好吧,说到善良,那我们就来谈谈狗的善良吧。 动物一般都是出于本能,本能主要是为了保证个人利益,动物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。 比如说,一条狗看到一块烤肉,很难控制自己不吃,因为这违背了狗的本能。 人类也有同样的冲动,但是人类是社会动物,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冲动来判断自己的冲动是对是错。 这种有意识的理性表现为善。 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,对理性和善良的矛盾进行了简单的讨论。 曾有一段时间,作者出于研究需要,饲养了六条以田鼠为食的小蟒蛇。 作者经常杀田鼠为蟒蛇,但田鼠看起来很可爱,圆圆的脑袋,大大的眼睛,胖乎乎的腿,笨拙的动作,让作者很难下手。 但是,他必须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,在精神上的煎熬之后,他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。 他按照原计划杀死田鼠为蟒蛇,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,他都在做噩梦。 每一次梦到可爱的田鼠被残忍的杀害,几乎使作者神经衰弱,狗也有类似的情绪反应。 作者记录了很多关于狗善良的故事,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 作者曾在德国研究院工作。 辉燕对这些狗很不客气,经常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, 而狗呢,在作者的教导下,一直保持着谦卑的态度,没有和辉燕正面冲突。 一只雄性辉燕似乎对狗的习性了如指掌,常常故意拦路。 每当有狗经过的时候,它都会伺机着它的尾巴。 对于这一点,狗也是无可奈何,只能夹着尾巴快速地离开。 但是,一只名叫Bobby的狗还是遇到了麻烦。 不比是一只温顺的狗,但也正因为如此,它才会被辉燕欺负。 就是那只熊辉燕,一天公辉燕把Bobby的尾巴弄得乱七八糟。 出于自卫本能的反应,不比扭头咬向熊辉燕,结果一口咬中了它的头盖骨,当场将熊辉燕咬死。 作者非常关注,没有比的后续反应。 这条狗知道自己做错了事,便独自躲在阁楼洗衣间的阴暗角落里,精神完全崩溃,经常深深地叹息。 它的眼角还挂着泪珠,显然是受到了良心上的折磨。 作者认为,杀死灰燕的心理状态与杀死填属时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。 虽然这是情有可原的事情,但是它的良心还是很不安的。 所以作者也没有惩罚它们,只是吃了一顿腌肉大餐而已。 这件事。 当然,我还是想评价一下这个雄性辉燕,这也太夸张了吧。 正因为如此,狗才会有如此鲜明的性格,比如忠诚、聪明、滑稽、善良。 与人交朋友,与狗为伴,是大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。 我们能从狗身上获得爱和被爱的感觉,这足以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求。 甚至当一只动物期待你回家时,你也可以冲过去。 重担孤独的滋味已有研究表明,与狗为伴能缓解神经紧张, 进化复杂的内心世界,并能治愈许多身体疼痛。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,选择什么样的狗来陪伴自己呢? 选择狗就像选择朋友一样。 首先要考虑的是性格上的互补。 如果你拥有独立的人格,不要选择一只同样独立的狗,尤其是一只独立的狼狗。 如果你是个脆弱的人,总是自怜自怜,想要找一条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, 那就不要选松狮犬了。 因为松狮犬性格冷淡,高傲,让人感觉不到亲近。 热情的拉布拉多,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 如果你很容易忧郁,那就不要悬雪打犬了。 虽然它看起来很乖巧,但也许跟你一样忧郁忧郁。 当主人和一条狗默默对视,默默流泪的时候,只会让人更加郁闷。 这个时候,你需要一条像哈士奇一样又蠢又活泼的狗。 用各种有趣的表情逗你开心。 当你高兴的时候,它的尾巴就会晃动,这说明它比你更高兴。 就像是夫妻一样,狗和主人相处久了,它们的行为方式也会越来越接近。 这是陪伴的结果。 作者注意到,如果主人是一个爱干净的人,那么它的狗就会非常爱干净。 它们在外面散步的时候,都是小心翼翼地沿着花园小道走着,很少会踩到水坑里。 如果主人是个邋遢的人,它的狗可能比主人更邋遢。 它们会从容地从肮脏的地方走过,甚至可以躺在地上打滚,不拘一格,放荡不羁。 哎呀,果然是有主必有狗啊! 正是通过这种相互影响的伙伴关系,狗狗们才能和主人产生共鸣,成为最好的朋友。 除了陪伴主人之外,狗还能陪伴孩子,它们能够区别对待主人和孩子,并且对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,甚至是关爱。 如果选择正确的狗陪伴孩子,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性格。 一般来说,敏感的狗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温柔,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主人心中的地位,所以主人不需要担心它们会伤害自己的孩子,而是担心它们会宠坏自己的孩子。 无论孩子做什么,打它骂它,它都不会在意,那样只会让它变得粗鲁无理,不懂得体谅别人。 而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懂得回避的狗,陪伴它们。 遇到讨厌的熊孩子,及时走开,让熊孩子觉得被冷落,失望之后会反省。 其实,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,不用骂人,但效果却比语言更好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孩子们会明白,要想与狗成为好伙伴,必须学会与狗相处并学会尊重他人。 选择合适的狗后,训练权是必不可少的。 再优秀的狗,如果不好好训练,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朋友,因为主人需要狗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,而不是按照狗的意志行事。 否则这哪里是人养狗,分明是狗养狗。 具体的训练技巧,作者并没有详细介绍,建议大家按照专业的训练手册去做。 只有训练得当,才能培养狗的良好习惯,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,能让狗与主人相处得更加愉快。 否则,狗老是在家里随地大小便,恐怕你只想把他赶走。 令人欣慰的是,一旦主人和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,要想再分开,就难了。 狗爱主人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。 当你有生命危险时,比如被老虎袭击,狗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保护你。 你可以扪心自问,如果角色互换,当你的狗被老虎攻击时,你是否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? 没有任何犹豫。 换言之,狗爱你胜过爱你。